那么今天想跟大家说什么呢? 实际上我们说人学佛,为什么有的人你一劝他就相信了? 为什么有的人你劝了半天,他还是不相信? 这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,那就是一个人的根基问题。 所以台长今天就想跟大家谈一谈根基。 那么听众朋友们,简单的讲,根基也就是你的基础。 你这个人到人间来,你投胎做人了。 你前世的根基,跟你今世所投的胎很有讲究。 你的根基好,根基正,你前世是一个有修为的人。 那么你这个人呢,就会在这辈子做得更好。 就是生活,命运当中都会比较顺利。 所以当一些佛教的事物或者其他宗教跟你一说, 那你马上就明白了,你马上愿意接受了,这个呢,就是前期根基。 为什么叫前期根基? 也就是说,你的前世给你带来的这个时期的根基。 那么很多人,前期根基很好,但是他到了人间之后,他享乐,他天天吃喝玩乐,享受荣华富贵。 所以,他就把这个前期根基啊,慢慢的慢慢的呢,就抹掉了。 所以这些人呢,所以后期根基不正。 也就是说,也就是说,当他不能理解他前期根基所修的正的东西, 他就不能理解为什么要学习佛法。 那么这些后期根基不稳的人,所以他对佛法就不孝已故。 所以很多人劝他,他也不当回事。 这就是为什么,我们要讲个根基。 那么,五戒十善,啊,之人呢,是天秤。 也就是说,如果一个人做了五戒和十善了, 这个人呢,实际上已经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人。 甚至可以往天上去,而且可以把你在人间的恶劣的机会, 统统呢,就作为一个毁灭的。 然后呢,这个人呢,这个人呢,实际上已经是超凡路盛, 而且他已经是了托生死之前的方便法门了。 那么台长跟大家讲,五戒, 五戒十善已经可以超凡路盛, 了托生死之前, 也就是说,当你想真正的到达圣人, 到脱离凡城, 你的境界到达佛菩萨的之前的这个境界之前呢, 你必须呢,要懂得, 我们做人修心, 要有五戒十善。 因为时间关系台长只能给大家浅浅的把五戒十善告诉大家。 五戒是戒什么呢? 第一,戒杀生。 一个人不能杀生。 一个人一杀生的话, 实际上他是超过不了凡程的。 第二,不能有妄语, 也就是说, 不能吹牛, 说谎, 口是心非, 这些都属于妄语。 那么第三, 那就是不能喝酒。 那么台长经常跟大家讲, 喝酒, 实际上喝多了真的是犯罪, 连政府都会挂块牌子, 上面写, 喝酒驾驶, 那是犯罪。 这是为什么? 因为酒能万幸。 还有, 不能邪淫, 也就是说, 不能经常动女人的脑筋。 自己家里有太太, 在外面, 那就叫邪淫。 第五, 也就是, 我们不偷盗。 一个人要明白, 我们学佛, 做一个政治的人, 都不能偷盗, 何况你想超凡路胜呢? 所以台长跟大家讲, 我们就算这个五戒, 不要以为这是和尚迷孤的, 实际上超凡路胜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自己做到的。 我们活着做人, 难道就可以杀生吗? 难道就可以偷盗吗? 难道就可以乱喝酒吗? 等等等等, 都是我们必须要控制住自己, 在人间不能犯恶的。 那么简单的跟大家讲一讲, 实善。 那么实善人, 实际上, 他就是走向菩萨界的一个很重要的。 实际上, 实善业里面, 又包括了, 刚才台长说的这几个。 实善业包括, 不杀生, 第二, 不偷盗, 第三, 不邪淫, 第四, 不恶口, 第五, 不两舌, 两舌的意思呢, 就是挑拨是非, 当面一套, 背后一套, 第六, 不妄语, 就是不说谎, 刚才有个第四叫不恶口, 什么叫不恶口? 就是骂人, 不欺语, 欺语什么呢? 欺语就也是差不多的意思, 就是挑拨离间, 无中生命王, 第八是不贪, 我们不要贪心, 第九是不称恨心, 第十呢, 就是不愚痴, 实际上, 这就是统称为食善业, 大家知道杀害生命, 那是不对的, 所以不要杀害众生的命, 所以打仗, 实际上就是害众生, 所以要求和平, 这是全世界共同的人的理想, 因为佛教主张, 佛性平等, 慈悲救世, 所以呢, 就不能杀生, 好, 听众朋友们, 十善业的第二是不偷盗, 所以呢, 偷盗呢, 实际上也是强略豪夺呀, 偷人家的东西, 跟抢人家的东西, 也差不多了, 因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啊, 它都是主权转移的, 必须要正, 而不是与取而取, 非分取而取之啊, 无功而取都是偷盗的行为啊, 也就是说, 你没有做任何的善事, 没有帮助人家, 你而去说, 啊, 我帮你做了, 啊, 你应该给我钱, 这个也叫偷盗, 盗版, 不是你做的, 而你把它占为己有, 这也叫偷盗, 所以很多agent, 他收着人家的钱, 最后没帮人家做, 这也叫偷盗, 所以要明白, 我们在生活当中, 啊, 把欲望, 有时候称为利, 所以呢, 利, 要利人, 啊, 必须利人, 才能利己啊, 如果每一个人都知道, 不为利人, 就为利己, 实际上, 这跟偷盗也差不多, 第三, 刚才台长只能把十善业稍微解开一点跟大家讲, 啊, 就是除了, 啊, 而一对正是夫妻, 你在外面呢, 就是, 啊, 不好的, 就是行淫, 啊, 就是邪淫, 那么, 很多男女之间的欲情, 叫做不邪淫, 那么, 就是叫真良守礼, 那么现在的, 啊, 夫妻呢, 经常呢, 不遵守这些规则, 所以呢, 实际上, 这也叫淫乱行为, 但是在, 现在这个社会当中呢, 我们呢, 如果要完全做到, 因为很不容易, 所以呢, 最好呢, 要遵守这些, 啊, 啊, 呀, 我未经许对, 没经历试用, 没经历试用,